這月十五歲完小姐小朋友上次期待的就是贏這個高校長 三三鄉立幽林峰就發給小孩 一個人一個珍貴之圓圓圓圓圓的高校長 讓小朋友帶回去家裡跟家長做回來DIY創作 很親自感情也來團成文化風秀 古日這月十五歲完小姐 射清洗洗過年 團統風秀大人會插到小孩到廟來看花店又頂背 拿高校長如果有完小也是大人小時候很歡樂的會夜 為了何堅持小朋友也能感受到團統完小這個氣氛 算是代理鄉長特別送高校長和鄉立幽林峰的小朋友 讓小朋友跟家裡的人做回動路 今天是元宵節 元宵就是大家過去的習俗都會提燈籠 小朋友提燈籠的時候都很高興 這個是一個小過年 希望大家能夠在元宵節這天吃湯圓 大家能夠很快樂新年快樂 風秀跟台里鄉長除了送高校長和小朋友 也感慨晚宵這個由來 小朋友拿到高校長都非常開心 說要跟家裡的人做回吃元宵拿高校長 等一下姐可以吃湯圓 還有嗎 然後還可以提燈籠 那燈籠回去要幹嘛 提燈做燈籠然後一起提 很多大人感慨 過年過節的氣氛漸漸變丹 順利向立幽林峰維持貫瀉 每年元宵節都送給小朋友 真有得失的高校長 給小朋友跟家裡做回DIY創作 出現親自口同也團成文化團統 大中華新聞 大門清算賽 彩虹報道